本可以傲视群雄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是《无精战狼2》的突然出现,以56.83亿的成绩,打破了国产电影的票房历史,并成功进入世界影史Top60,成为了国人的新骄傲。 而时隔两年,周星驰的新电影《美人鱼2》已经确定开拍,而女主的选角活动早已开始,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美人鱼2》的这次选角并非是选择女主角,女主依然由林隐担任,这个消息让人十分意外,而林隐可以说是最幸运的新女郎了。 而让人开心的是,新一任《男神吴亦凡》将会加盟《美人鱼2》,此前在西游浮魔片的出色演出也让很多人开始认可了这个帅气有演技的新男神。 但是凭借不变的林隐和新来的吴亦凡,这样的阵容就想要超越《战狼2》,周星驰这次的电影恐怕压力有点大,56.83亿元的票房成绩,相当于1.5亿次的观影人次,而周星驰的粉丝,大部分为青少年,想要单凭吴亦凡与林隐的影响力,超越《战狼2》恐怕是真的有些难度。 与点燃国人爱国激情的《战狼2》不同,《美人鱼2》想要创造新的记录,至少要保证新电影做到足够的心意,搞笑的包袱也要足,而女主不变的情况下,星也想要做出突破,实在是有难度。 但是向来自信的星也会如此做,自然会有她的深意,也许在电影中会有新的意外送给大家,不知道大家对于新的《美人鱼2》是否会有期待。 而对于《美人鱼2》超越《战狼2》,你